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 思想上帝话语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安静在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话语 特别我们在预备心 纪念主受难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懂得怎么样体会你的爱 也是要真心来爱你 来侍奉你 主啊求你恩待这一段的时间 恩靠祝福你的仆人 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 听我们祷告奉来 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然后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二十一节开始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有愁 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门徒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然后第二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 我占一点饼给谁就是谁 耶稣就占了一点饼 递给加列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快做吧 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思想一个题目 就是不成长的门徒 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 经文告诉我们 当时耶稣跟门徒 在进行一夜节的宴席 就是在这个宴席里面 耶稣讲了一句很难过的话 他说 我的心有仇 意思说 耶稣的心中 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的门徒 一个要把耶稣 卖出去了 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门徒们也是非常的敬业 所以彼此对看 说那一个人是谁呢 他们猜不出来 他们想不出来 那一个要卖耶稣的人 是谁呢 然后耶稣就明说 回答他们 我蘸一点饼给哪一个人 就是那一个人 就会去卖我的 耶稣就把饼蘸一点 就给了这个就是犹大 那圣经说 有他吃了耶稣 所给他的饼 那撒旦就 肉了他的心 撒旦就 掌管他的心 然后耶稣说 你要做的 你就快去做吧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念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的心 也是非常的难过 一位门徒跟着了耶稣三年多 看耶稣做很多的神迹 听了很多天国福音的道理 但是他不成长 他没有成长 而且最后他失败 把耶稣卖掉 那个人就是加热人 犹大 那为什么犹大不能够成长呢 那今天我们从两方面来看 为什么犹大虽然成为耶稣的门徒 但是他灵命不成长 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他的生命结不出果子 而且把耶稣卖出气 那两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犹大不成长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不放下他不好的习惯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第六节前面一段的时候 那圣经说 犹大是耶稣福音团队里面的财政 那就是他管钱的人 那钱在他的手中 但是他不忠心做他的工作 也是不诚实对金钱的用法 而且圣经说 而且圣经说他是一个贼 他常常拿这个财政里面的钱 可能是为了他的利益 用在其他的地方 那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有大不好的习惯 缠绕着他的心 缠绕着他的思想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成长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耶稣好的门徒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警告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心里 有什么罪过 有什么不好的习惯 没有放下的话 他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 耶稣的好门徒 能够接触生命的果子 好像这个有大 他保持他的这个不好的习惯 不愿意悔改 不愿意放下 所以他永久永远不成长 而且沉沦灭亡 那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犹大没有办法成长呢 就是他的心被撒旦所掌管 当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 刚才经文说 他辞了之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那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撒旦进入他的心 掌管他的心 耶稣说你要做的就去做吧 那当我们把经文看下去的时候呢 他就把耶稣卖出去了 那他就成为耶稣的敌人 不是成为耶稣的门徒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人的心 如果是落在撒旦的手中的话 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像犹大圣经说 撒旦就住了他的心 那各位弟兄姐妹 当然撒旦没有这样容易进入一个人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有圣灵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有耶稣的大能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有上帝的话意的话 我们一定会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撒旦一定一定不能够 这个 侵占我们的心的 我们的心要被圣灵掌管 圣经掌管 那我们才能够获出一个结果子圣洁的生活出来 所以第二方面 我们从这个犹大圣命所学习的呢 就是要掌管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心 不要被这个撒旦所影响 但是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的圣灵领命才能够成长 今天我们从这个犹大的身上 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很重要的功课 让我们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长呢 那第一方面就要放下各种不好的习惯 那第二方面就要保守我们的心 让圣灵上帝的话 掌管我们的生命就走在上帝的真理的道路 祝福蒙福的道路里面 感谢上帝 我为每个弟兄姐妹来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在主的带领保守之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的话 也是提醒我们 这个犹大的生命 犹大的行为 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 就是让我们的心 不要被撒旦魔鬼残找 而且不要被罪恶不好的习惯残找 主啊 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心 你的福音的大能 洁净我们的思想 洁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不断地成长 而生命 洁出国子 奉耶稣基督圣明求祷告 阿民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